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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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來自網開麥克風 我們又見面了 Dorta 有沒有回報 待會有一些資料就會播出來 就是很少講我的傳承在佛學那裡 但因為做過工作到現在 有機會可以講一點點 稍後一個視頻有兩張證書 一張好像1983年 一張又1987年 在尼泊的卡媽加珠佛學院 當年我去做研究 去研究整個佛教的傳承 去研究那個藏傳的佛教 你不可以用口說 我去台灣研究中國的佛教 那時候在台灣短期出家 做研究在百姓老和尚的林濟寺 之後我就做了一段研究 接著我在1983年又去尼泊 進去佛學院 接了他們紅白教的法 也是做研究的 主要是做研究 因為你不做研究 你很難去批判別人 都很浪費時間的 有兩張證書在佛學院 接著還有一個視頻 在南卡佛教藝術大師高珍跟我一起 就是我老師羅喉羅 大家都很少見到這次的視頻 看到羅喉羅 就是我接佛學博士的學位 穿灰色衣服的人 就是中國大使館的參站 就特地派他們出席 當日新華社在全世界發表公佈 然後回來香港做了一個專訪文匯報 當年很均衡 因為是世界上第一個俗家人 拿到那個學位 他原本不是給俗家人的 是給那些俗家人的學位 大家想一下見過 這次和我一起做工作 另外做了一個什麼視頻 最初這兩個 待會還有一些 是關於佛的郵票可以看一看的 我們還放了一些世界上 每一個佛教國家的 政府出的郵票 有幾十張郵票 他們逢是政府出的郵票 一定經過挑選 和認為是精品才做郵票 我們不說好壞 不說藝術高低 大家自己看完 再看我們有兩幅佛畫 放在上面 你們自己比較 首先看看這幅 阿比利亞鬆一鬆 我們做了整套畫布的樣板 鬆一鬆給你們看 鬆了嗎 OK 之前沒有怎樣說的 這次我可以介紹一下 在世界上所有的郵畫 大部分都是平面的 譬如說現在西藏的唐卡 現在在國內的中國郵畫 西方的郵畫 大部分都是平面的 但我們故宮做的那個 我們沒有跟他說 他們都看到 現在我們這種郵畫 是立體的 當年的作者 只有歐洲希臘 那一帶的畫家 才有這個功夫 即是說 整幅畫 大家細心看 是看到一個層次感 即是畫的時候 已經是有畫中畫 變成立體感出來 就不是平面的 這個就是很珍貴的功夫 那我們有批貨 已經是下個禮拜到 今天告訴大家 已經是運過來 就是我朋友早訂了 其他那些六族 第一批都一直到的 那些要寄給那些朋友 收到之後 我們還會教大家 跟進一些工作 如果有些人想做總經銷的 就可以繼續跟我們聯絡 那是沒有問題的 今天有些甚麼特別的節目 蛋貓 最新的是 林鄭的新班子 新平舊酒都是那一班 好事來的 我們剛才起了個名字 叫做 林鄭企鵝 企鵝 企鵝 他為甚麼變成企鵝 他以前叫妖鵝 現在變成企鵝 就站在那裡 那現在就站在那裡 沒有辦法 就站在那裡 我們今晚的主題 就給了一個啟示 就是林太的 他應該借那些貪官的人頭一用 震自己的聲威 用回中國傳統的官場文化 他說一上場 你殺貪官沒有人反對 殺貪官沒有人反對 看哪些工程超資 哪些 那些鹹水管 古田精怪 下午 你林鄭月娥真的要做 有信用來的 有信用來的就照開 送上了照片 讓他們還一個清白 包括那些中資在香港 做生意 古臨精怪的林鄭月娥都要照做 那你會響應我們習大大的 嚴打貪腐 這是國情來的 我依足中央指示 是不是 現在我們就希望他做 這個對他有益的 那有沒有市民反對他這樣做 有沒有市民反對 你說民意 有人反對就不要做 沒有人反對就照做 沒有人反對 對嗎 你真是殺了那些傢伙 還要殺了那隻狗 這套有一個畫像很奇怪 阿Bita拍一拍 有什麼畫像 這個看相時間 大家留心看看王子的相 鬼佬的相 有 這次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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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次看到的 大家看清楚王子的相 西人相和中國人相有什麼不同 正西人 如果不開心的時候 大家的相相差不多 都是苦的 王子的相就真是苦了 很無奈 不僅是無奈 大家看看 你和我都沒有他那麼苦 肯定會受害 因為你沒有什麼欠 你沒有什麼欠 你沒有什麼欠 因為他父親會入醫院檢查 他才可以坐在這裏 否則都沒有坐在旁邊 就是說他父親入廠檢查 就找你代表父親坐在這裏 那裏都不是你坐的 正常來說應該是三十幾四十年前 他應該讓位給他坐 那有一個人 天天看著那個位不坐 但是聖傳說是交給孫子 想交位給孫子 不是交給兒子 你說苦不苦 娶個美女又要離婚 現在那個卡美拉都好像要離婚 沒有 你說搞離婚 你說苦不苦呢 又埋不到尾 你說這一下要埋尾真的很難 還有他苦在哪裏呢 自小 每一天24小時被人規範了 最糟糕 一定的 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24個小時都被人規範了 如果一個要自由的人 那些人就真是苦的 講幾個都不可以 不行了 不可以講錯話 有肉國體 苦的 好苦的 那是不是個個條太子都這麼大劑 英國特別麻煩些 其他國家的傷好些 老蔡爾又炸 是呀 這裏要提醒大家去這個炸檔 那裏出一個鐵文 歐洲連續幾天 我們收那些路邊寫消息 大家儘量少去那些地方旅遊 少去歐遊 少去歐遊 沒有太薄了 死了都不知道 你看看 很難說 現在他都變成龍 沒有太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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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就很奇怪 不過我們TV商上去 他找了個巴佬做市長之後 就出現很多問題 就是 古代來說 就是腳頭不好 找個沒有運的人做龍丁市長 人真的有腳頭不好 那些人 那些人 你可以叫做迷信 你可以說 真的這麼邪 那些人真的有 因為宇宙錢也有個氣場在那裡 物語類罪 所以我們也要避人的 一世識不對 不要搞的 少些來往 有的 特別在古代還更加重要 要不然以前那些人嫁女兒 娶老婆 都要對那個 八字 找個梅隱起你的家底 就怕你抬須牢 真的有抬須牢 你買隻馬都不中 給他 不中不緊 你會輸的 司機老經常跟我說 他那些人過來問我 拿貼士 給他就輸的 這麼巧 對 每次都是他 很邪 很邪 有些人收到封 我們買外匯 自己去買就輸了 我們贏 那這些是技術性問題 不關事的 他立即變的 或者你又會買錯 那個時間性 古靈精怪 覆得不夠 很邪 他好像 林鄭說重推國教 要培養我 是中國人的概念 不用嗎 好 是呀 生出來就是 要他教我媽媽是女人 他這些就是 要這樣說的大貓 有些事情做就不需要說 他現在說這些說話是說給共產黨聽的 因為共產黨是低水平的人 到現在他們的宣傳部都失敗 最簡單的就是 那些什麼權什麼權什麼 那些人跟他爭公子 權什麼什麼 那些張一剛之林 香港換了一支國旗 已經是主權回歸 就是所有權都來控制 那你會不會說 如果你家裡有個老爸也是吃飯 都說一次 我一家之主 你們今晚過吃飯 我給錢的 你們知不知 每天都說一次 我會意識 我需要幾封箱子封 現在林鄭月娥就拿了大陸這套文化回來 每天都要說 我們一黨專政 一黨領導 怕別人不知道 是怕自己不說得正確嗎 要告訴別人 全世界都沒有 你看到中國 共產黨的宣傳部 那些水平低到沒有人有 從五、六十年代到現在 果然是 等於說有個男人 娶了一個老婆 每天都要老婆提醒 她說我愛你 那你就不賭 早晚都要說一次 你不說 不是說這窩 你就是夾馬的了 那你 你是不是人都會瘋呢 沒有 踢他到門外 不用瘋的 是不是 大家有一樣東西的 你見到這些東西你笑一下 你就知道原來現在回歸之後 香港人變了低B了 因為中國共產黨全部都是低B幹部 你跟他近得多 自己變了低B就應該的 林鄭月娥 整個外交部都低B 我剛才出了一個鐵文 也在外交部 他又在說那樣的字 又說要反對韓國那個薩德系統 你說反對別人就不肯做了嗎 不是啦 關你鬼事 你明知道你反對不肯做就不肯說了 即是變了說廢話 還有是丟臉中國人假的 整班外交部的低B幹部 你說不說要怎麼做呢 你明知道美國人搞的薩德系統在那裡 就是巷裝武劍的 他不是只對付北朝鮮的嘛 北朝鮮的那些薩德系統怎麼擋到呢 這麼近 他對付你俄羅斯和中國的嘛 那你就想辦法 怎麼弄斷他的把劍咯 你說那麼多話 把了什麼 你整班外交部 你這班幹部 你想不想把中國人搞的 你外交部不可以隨便說錯話的 你在馬馬上反對 人家不想理你 你不就不給你 是嗎 別人不想理你 你不就廢話 你一個國家的外交部不可以廢話的 你說些話出來 卻沒有效果 你整個國家的威信 都不給你 要不你要反對 不動作 你就立刻調所有導彈 吐刺他準備,這樣你就可以說了 你不吐刺他,我吐刺你了 這樣就可以說了,你老母不是 那你習近平怎樣養一群馬仔 整扎那麼低一點的人,做外交部高降 是吧? 普京不吐是這樣的 你一動,他都跟你說,說不吐說 你不吐刺他,你不吐刺他,我不約,大哥 你不吐刺他,你不吐刺他 你不吐刺他,我按制,你老母 你共產黨搞了幾十年,你不要在你中央黨後 你不吐刺他,你不吐刺他,你不吐刺他 你不吐刺他,你不吐刺他,你不吐刺他 那種平衡,你不吐刺他 那你在外交、學會院搞什麼 那你自然與其他在香港搞三種 搞三種,你不只抓人,庄證據 不肯是就不肯說 你想想你周南之流 張宇明之流 說什麼話 還有你陳左宇的陰家 說什麼話 那些年輕人出來叫多幾聲 你放蛇咬他 是跟你鬥鬥氣的就出一張 他說鬥氣的 他是沒有條件搞港獨 他鬥鬥氣的就在這裡搞出一張 這些是不肯說的 明肯知道你都不成氣候的 他說什麼呢 你只是想害咬他 是另一套方法的 是不應該說的 你想想百多年的香港 英國人統治都沒有先香港人搞港獨 董建華時代也沒有 曾經權時代也沒有 他有沒有六八九上來才搞港獨出來 他自己搞出來的 那你還可以借這些事情在這裏 吵圈巴閉 想製造個藉口給中央政府 收緊香港的管治 那些手法是否瘋狂的 那些手法很瘋狂的 那你不如拍板不瘋狂 玩一個兩制 一個一制 那你這樣 吵圈巴閉 你這樣 想的 但不敢出聲 不敢出聲 做到的 你做到的 要不要這樣複雜 周南就說香港人被殖民地政府洗腦 他洗腦洗到哪裏 洗腦當你洗腦到1997年 他現在十八歲的年輕 不是殖民地教育 又洗腦?怎麼洗? 在肚子裡 你有沒有周南就瘋了? 你又算25歲今年 回歸了20年 他五歲開始入學校 那時已經不是英國人統治了 你有沒有洗腦? 你有沒有周南這個老鬼? 你不要計算數才講話 現在年輕人十多二十歲的 已經回歸了,怎麼洗腦? 25歲還沒洗腦,回歸20年 有洗腦就你了 你有沒有共產黨回歸之後洗腦? 洗腦 洗腦是殖民地主義 這樣才厲害 這些又是不肯經大腦的 你有沒有周南是做外交部的 年輕的時候 搞什麼? 又在香港怎麼做新華社長 那你計算數才行 現在十幾歲的年輕人上街 搞獨立那班 二十二、三歲左右 你怎麼洗腦呢? 他已經回歸了 數學不合格? 哪裏有英國人洗腦呢? 被英國人洗腦 被英國人洗腦 那些死了 很多都死了 死了 我們被英國人洗腦 內腦呢? 那些罪人是外國 是不是? 三十幾年沒有人停 你怎麼捐錢回國內做工作 對不對? 怎麼洗腦呢? 英國人洗腦 洗腦了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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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計算數才行 總之你二十五歲的年輕人 打下的 已經是屬於回歸的教育了 用什麼呢? 對不對? 你怎麼說廢話呢? 我又說北韓這個大學生 回到美國就輕不了了 都排了 他沒說錯 這些冤枉 危避莫棄 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 你不去 哪唐有老 你看美國仔 真是 我們真是寄予同情 人都死了 真是 好人無人呼 死的 不死的 我不知道美國怎麼宣傳 他應該 以前他們來香港旅遊 都通知他們 不讓他們進去城寨 美國 不讓他們進去 即是他廢話出事 一個三百本地帶 你放石咬 但我也不知道 美國政府 你敢跟北朝鮮關係這麼惡劣 那汪寧海人民 盡量少去那個地方 你保護它不到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美國搞什麼 這個年輕人 就真是無人哭 無緣無故 好弟弟 一個有為青年 很難煩的 他有些郵票 有肥仔金的照片 你那封信 你接著也會把你拉起來 侮辱過元首 你怎麼搞 你怎麼搞 報紙要探討 是啊 會很大會 他不想幫你接買 哦 即是肥仔不能接 哈哈 大哥 哈哈 有網友就說 天有眼 689 遲早落獲 是不是 這麼快 有人打落獲 大家都看到新聞 他這件事 有些少少劉夢熊的翻版 如果真是找到他的相關 就是 那個因果報應很快 而且報得很邪 劉夢熊是無厘頭寫了電郵給他 出事的 因為他無厘頭寫了電郵給周浩鼎 那些文件 剛剛那些文件 剛剛那些文件 現在在這裏出事 那廉政公署接受了幾個議員的投訴 就立案調查這件事 他整個個案子立案就說 他涉嫌是會抵觸公務員行為失當 涉及的利益 涉及的利益 那個利益 不是說給錢的利益 因為那個立法機構 那個專責委員會 不只是法庭這麼簡單 有一個立法機構 在法庭已經是妨礙司法公正 但立法機構更加獨立 一個獨立的立法機構 而有個調查委員會調查你本身的人 你真是串連那個調查委員會的副主席 你會給一些證供 為了提供證據 那這個行為 就為何邊方亂利益呢 你又想人家不調查到你那個真相 是維護你自己的利益 還有一個周浩鼎呢 希望拆了你的鞋子 你又會提供利益給他 他跟著立刻委任他做Walking機會的委員 那些就是利益 那些利益都是有型或者無型 或者你的社會地位給你的都是利益 你給一個荷蘭水蓋 它都是利益 我相信在這方面 他們ICCC看過之後 接受了立往的 成立了調查 這個是 監有監酸麻有麻惹書 就是劉夢熊的翻版 另外我們說是那個私人檢控呢 我們推到要他離任之後 所以我們沒有搞眾籌沒有搞戰 有一個程度上是噴難的 一個你要拿證據 進去裁判處 裁判處你要申請 接不接受你這個私人檢控 這個接不接受你呢 就由律政司那邊批的 那就是為了按下 那你想不按下 你要拿得很充分證據 那你拿一個充分證據 他不給你 充分 他不給你 等於現在你曾永權那件事 ICCC說為何不找你國保上去做證人 或者給口供呢 沒有問他 他就是不去 遵從你ICCC那個 call回去協助調查 他不給你 是不是 他有這樣的權利 除非你出法庭命令 但你出不了 他會擋你 譬如我們說 要去檢控 六八九私人檢控 可以提出 但未必批給你 我們開了幾次 和這些大律師研究過 都有定情路困難 但我們都繼續做 但最新就說 我有個朋友 就說他會 遲些等他離職 他檢控他 在特首期間的行為失蹤 我們就另外檢控他在行政會期間 即是兩件事來的 一先一後 但性質都一樣 即是希望一旦一邊入 那如果有些網友聽眾 你肯做這個檢控人的 你可以報名 最好上了一年多 最好上了一年多 拿中援 一定有人會在破產 一輸了 你要給對方Camp 你召喚 你要準備破產 但我們希望有人做這個角色 來報名 檢控六八九 但未必批 因為對方要你搜集充分的證據 他也有理由 否則 每個人都可以告人 告刑事 你便要提供證據 這是公道的 但搜集證據 是有一定的困難 就算現在ICCC說 查他六八九 那個UGL的事 他都不理睬你 他都不提供資料給你 你查到你便落我的鑊 好了 你寫信去澳洲或英國 英國、澳洲也不跟你合作 又不理睬你 我們是私人 那你出去 有一定程無困難 但都要做的 但這裏是世間的 很奇怪 我們這麼困難 都動不了他 搞來搞去 仍然在動 但都好像入手很難 他普通自己爆一件事出來 做一件事給周浩鼎 那天有眼 劉夢鴻翻版 送他一程 我希望從他那裏再搞去 他現在是有調查權力的 你會說你會說 又會說出多些事 即是打破了缺口 所以你看到六八九都震過孖王 震過孖王 因為他是違反了基本法 他身為行政長官 他干擾了立法機構的運作 又在任何的角度他都欺負 簡直是很嚴重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表面證據有一個舊 第一個問題 另外一則新聞 很多人罵爆了食環署 結果撤銷控罪 一蚊雞拘捕阿婆 結果現在是撤銷控罪 為什麼食環署那幫人這樣 不能這樣說 你這樣說有一點不公道 如果他們犯法的話 就不是計你阿婆 或者是十幾歲的人 不理人等 因為香港是 一向大家都接受那個 依法治港 經常說核心價值 香港有一個健全的法治精神 所以法治精神 在法律面前 就是人人平等的 對不對 表面是 沒有理由說窮人就不告 有錢人就告 沒有理由說 因為婆仔窮 不應該告的 那就不對 表面法律人人平等 但是他不要忘記 他不是刑事 是很miler的事 還有你本身有個內部指引 有行使卓情權 等於有時你停車路 那些周行發規的人都叫你走 一下來就扔一張票給你的 你不走他就告你 但多數你開車就不理你的 那個有卓情權在那裡 那你食環柱 我相信他們有卓情權的 亦都有內部指引 但是報紙又說他放蛇 這個放蛇我又不是多順 放蛇放一元 但在法律上來說 他們是 他不是賣紙皮擺檔 他是有人拿了紙皮 扔一元給他 我都沒有還賣給他 他拿走了自己扔一元 買賣會雙方的 譬如有時 現在有些人在網上 那些網友 有些舊東西不要 想賣出來 就放上網 答應了買的 就拿去地鐵站交收 所有給貨 右手給錢 那又當無牌消販 你當不當嗎 怎樣可以 我經常做這件事 他們違反了地鐵條例 地鐵條例 地鐵條例不允許在法律內進行交易 但是能否執行 是哪一件事 怎樣執行 怎樣執行呢 那些黃衣那些 我覺得你說你怎樣執行 你怎樣執行呢 這個是他們的證明 他不要說買賣 如果他執行得這麼嚴 你在地鐵條 交收給別人 你不收錢也會欺負 是不是不交收不給錢 不給錢 遲些給便可以 但即場 一手交貨 一手交錢 他當這是一個交易就牌 即是理論上違反地鐵 但你控告他 是無牌消販 他控告甚麼 違反地鐵裏面的 那些拜託的 但我說那個我朋友 我上次吃飯給我 我還錢給他 我還錢給他 我剛剛拿東西給他 他現在還錢給他 怎樣 他控告你 你不就跟我拒絕 好了 到你控告了 上一條call罰幾個水 但你知不知道你控告這個人 罰幾個水 好像婆仔那樣 一元 你要他三十元擔保 罰了那三十元 充公埋了木頭車 那木頭車 那木頭車賣了五十 或者賣了八 當你食環處拿出來 賣了就不買了 那你六條大巷抓他 多少錢一個人工 回去還要落紙落寶 又要找人打文件上call 為個一元雞的東西 你不要說一元 你整個case做上去 好 現在你還要 吵到要拿回council 看過說不要拿高 那你知不知道council那些 律師多少錢人工 一天 還有這麼多卡服 他 即是說當婆仔上了call 那些人工 那些年紀 法官有權 叫他簽補手行為 如果他沒有過往幾元賣 就當他無牌小販 那你要多多錢來服侍他 他起碼不肯見實皮 現在取得少 因為他在council看文件 那你就看得到社會不堪 即是整個香港的資源 養著這麼多人 就是那些資源浪費了 就等於那些社工 醫療局 全部都是浪費這些虛耗人手 做些無厘頭的事 是沒有建設性的 那你的社會就不堪了 承還處出名 正經事不做的 講句簡單點的 以前好像沒有食環處的時候 香港好像沒有這麼複雜的 市政局 都沒有這麼複雜的 沒有這麼複雜的 市政局都 很多地下秩序 譬如說你心思堡那些擺街 你給那些區議員 由那些區議員 給他一筆小錢 又會找人組織了那些管理隊 陀地 一定比你食環處管 他怕陀地 又不怕你 深水埗那些藍牙銳 放到一街都是不見的 從來不見那些食環處拉的 他怕被人打 所以你就可以找那些陀地 藍牙銳和你做管理 誰敢亂拜 有規矩 有規矩 你還不用多請無謂的人 用小錢很多 你區議員出糧給他們 或者那些檔口 那些人每一檔都收十幾二十元清潔費 那便足夠薪 是嗎 當是清潔公司 但維持地下秩序 那他那些人不會擺到尾斜的 有些食環處不敢打他 那些陀地一打他便會 影響鄉就縮 是嗎 是嗎 所以這些政府便沒有良心 又不用那些古惑仔 黃狗狗沒有東西 是嗎 立入正軌 是吧 我都不知道這個政府怎樣管理 這個就是管理文化 第一個問題 那阿多壇 有網友就說 有朋友叫他們入股骨灰 那些暗生意好 能否制得過 如果飯飯沒有 那便沒有辦法了 沒有東西去拌 飯飯沒有 如果你有路數賺錢 又不想貼這些東西 就無謂了 通常這些都是廟宇做 譬如玄學院 寶蓮子 有做骨灰金 他維持那個寺廟的開銷 那他有沒有種飽私囊 有沒有盛 這個天曉得 但是好人好者 去做那一堂生意 我們在那個立場 覺得就不是那麽正確 為什麽呢 你弄一堆鬼 跟著自己 都無謂了 一刻不小心 是吧 你找死人不淺 不是那麽惡人 所以沒有東西去拌就沒辦法 例如鼓掃仔 要做一堂東西拌 沒有辦法 但很邪的 很邪的 你化不了 你化不了 一化不了 很實際 有別的東西會損耗了 世界有個平衡在這裏 所以通常是正常的人鬥 除非你發心到很有錢 我搞個骨灰金是非牟利公司的 那些圓圓學院 賺的錢全部做回社會工作 幫他那些後人做福 他所有圓圓學院 青松觀 他們都做得到 就是他是一個道教的招牌 那他都是非牟利公司 去圓圓學院去收些錢 都是做廣告院辦學 那麽就化得到 因為那些會長過去都有錢 那麽多年 就不可以當普通生意那樣 做生意做就不是那麽值得做 第一個問題 那又是一些商業性的問題 那麽另一位網友就說 他有批和田玉抵押了給銀行 只要給錢買回熟煤圈就可以了 那是可不可以的呢 會有人中招的 中招?我抵押到銀行也中招 那你買了一張抵押權要去熟 那你要熟銀行的時候 就給錢銀行 就是等於你拿個錶 就是當店鋪5萬元 不代表你那個錶一陣值5萬元 他串謀間當店鋪就可以了 以前有的 有些人拿著當店鋪票 輸了錢當了 有沒有人要 那你以為是撿到什麼東西 那拿著當店鋪票 他還要問你拿回幾百元喝茶 那你給的 幾百元買張店鋪票 當了五啤東西 他撈歷史就就熟了 一熟回來中招 是流的 不是流 不是流 有真有假 流雜 那個鋪是假 那個標誌是真 那你不要吵就當普通人 不要吵的 是你始終就熟 吹不上的 好 現在你說大陸的和田玉 第一 你不知道真是假 第二 抵押了銀行 我怎麼知道你和銀行搞什麼 不就是和當店鋪票有什麼分別 所以你當然不肯過了 好 當你說真的 你懂得看他值多少錢嗎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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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人懂 你熟了回來 你找人買你難的 出路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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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大陸人是很高爬的 學了你自由世界那套商業犯罪手法 他照抄的 抄完比你厲害 今天我有個朋友 有個學生跟我說 他們在深圳訂了一部很新的儀器 印高級的印刷品 上海北京的單位派人下來光顧他 講喉講命 光顧他 又要進去工場看藍色 看姓 他抄下印刷機的號碼 你自己真的訂了 叫他去伙企開檔 你怎麼搞的 他給你做了十張 八張 他不光顧你 你進不去工場 然後他抄了那部機器的資料 不會這樣 首先要把型號剷掉 等於我們的藝術畫 一拿到國內印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在街上 第一時間 但我們歡迎別人翻印 我們有幾樣 第一 你沒有證書給你 第二 我們有個藝術支援會 要你參加 第三 我們有跟進 教你怎麼和那幅畫的氣場 來溝通 他斷攬的 很多人就覺得 我照版主館 拍一幅畫就一樣 其實是不同的 誰人的手給你都不同 等於以前的寺廟印度教也是 這個有功夫的人 給你一個神像 跟你找一個另一個人給你的力 是不同的 他不是一個像 你找個皇帝摸摸你的頭 你找個皇帝摸摸你的頭 他找個皇帝摸頭 會叫皇帝祝福他 因為皇帝有福的人 那你就只要找個樣子摸摸頭 物件不同 等於英女王送個煙灰光給你 同一個煙灰光而已 你拿回來那張照片放在那裡 就是英女王送的 是吧 Peter送給你 你了 那張照片放在那裡 分別在那裡 因為他們買我的畫 是我們外出給他們的 所以我們今天為何登上 威巴拉沙拿 和我一起做工作 我和他這個大和尚在世間做很多好事 大家一起合作十幾二十年 十幾二十年 做很多世間的工作 即是我們經我們手 出街原版的 那個青龍不同的 你剪製了出來去搞的 都斷了腦 氣場不同 分別在那裡 就算你再做得漂亮 都沒有用 那如果那些人說 我買翻版的一樣 買不起 他自己說我現在買不起 我買了翻版 掛 沒所謂的 他先揭了完 他心想著有錢 就買正話 有什麼分別 就是我買一副翻版 一樣 那就錯了 百分之一百不是一樣 都不是我們的手出 看過煙灰光 也不是英女皇給你的 分別在這裡 都沒有人承認你的 你的來處不靜 還要翻版 這樣就犯法 那你告訴我 怎麼會好呢 你買一件違反版權法的東西 回家裡 你怎麼會好呢 你告訴我 怎麼會好呢 你那件是犯罪物件 對吧 怎麼會好呢 所有人都搞錯了 這些是大陸文化 才會這樣想的 大陸人不會想到這樣的問題 以為是一樣 其實搞錯 就算你買個假的卡迪亞 藝術首飾戴 你明知道是假的 但是戴出來 你的心不會舒服的 你知道自己是假的 對不對 怎麼會一樣呢 怎麼會一樣呢 起碼你自己的心境都不一樣 知道是假的了 有一個人更嚴重 他買了一個假的金牌 回中國 沒有沒有沒有 進去沒有登記 出來呢 嚴重了 海關問他為什麼你沒有登記 他說沒有 他現在不行 你查他 這個不是真撈歷史 哦 你走私了這個真的回去 換個假的出來 嚴重了 嚴重大鑊 罰十幾萬 即是說你帶領了這個真的回去 換個假的出來 你進去是真的 現在出來的是假的 這樣欺負 不是開玩笑 你說 還扣留了整個禮拜一 他要等他有錢來 才放人 罰錢 你沒有錢 他就扣留你 大不大一和 不同的 不同的 世間 所以大家要小心這個 你說我沒有世界 如果你沒有世界 麻煩你上我們那個網 在網上 不用鬼鬼鬼祟祟的 我們歡迎人翻印的 你一編出來 走去自己 噴畫那些噴一幅 都OK的 沒所謂 你要自己不要騙自己 我們歡迎的 沒有世界嘛 你喜歡 你便上我們的網上 編一張出來 或者拍一張出來 走去給人插譜 翻印一張擺 對嗎 看來時有世界 便買一張正 這個是最正規的 不要騙自己 不要騙人 我們講得明白 你編了出來 你坦白白拿來 我都給個人給你 你老實嘛 丟你了 老實很值錢 第二個問題 那又是有些麻煩事 有位年輕人 有位年輕人 以前就做 年輕人做酒樓 因為怕被人欺負 就加入了黑社會 現在想離開 又來不了 怎麼搞 那個洗底計劃好像完了 政府 有零推就有個洗底計劃 是不是真的洗到的 即是如果你真的參加了洗底計劃 政府便不會告你黑社會 但是你大哥呢 那個下集先 但是現在那個洗底計劃 如果未完的話 你又要去洗底計劃 因為通常你做酒樓 現在你大哥死了 你又不來往不成都沒有人理你了 但是你是怕起上來 隨時怕被人的同盟兄弟 跟著自己 你就不要跟人招搖過市 有人把你捉起來 那些臥底你都很高 現在警方很多的情報組做臥底 所以你少來往便有好處 你不說話 沒有人不知道黑社會 以前很無奈的 例如你出來做夜總會 做夜生活的那些人 你不掛著那個招牌就不行的 是吧 警方保你不到的 警察是對的 那些人是對的 最好是險局你少來往 就是完全不來往 你那個保你的大哥 都釘起來了 就當作失了鐘 就算了 那就應該不需要管 如果你認為如果警察的洗底計劃 是清晰的 還有那些人就在警察做個洗底計劃 那就不用怕越說被人告黑社會 第一個問題 嗯 那有位 不知先生的小姐 有位網友 就說她媽媽一層樓 就收租的 怎知道就經常被租客欺 又要交還物業稅 怎樣搞呢 如果租給那些租舍 就真是麻煩一點 嗯 有些叫租壩 有些叫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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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樣有什麼分別 租舍呢 她說最多不交租 她到差不多要走的 租舍呢 就跟你扭計 扭計就差不多 你要付錢去走 嘩 這麼麻煩 租舍呢 是呀 很難濕製的 老人家真的遇到這些問題 是幾人頭尺的 那麼 較少經驗給大家 第一 最好是租給那些有稅單的人 知道她有正常職業啦 有稅單啦 或者有沒有信用卡 信用卡拿不領刀章的 都是紮錢洗啦 是不是呀 因為信用卡都起碼 經過信用卡公司查 有正式工作啦 還有看你的樓在哪個區 此其一 選客啦 這個重要啦 另外呢 就有一個比較 偏偏的方法 什麼方法 就不經歷私藥做租藥的 還有呢 你的唐樓啊 或者舊樓呢 亦都不需要經歷私藥做租藥 就是譬如那個租客 嚴明正身的 那你就租了給個親戚的二房東 然後二房東呢 就再租給那個租客 那變成他是三房客 他就隔了一陣人 隔了一陣人 就是踢走了他那個直接的租權 我不是租給你 他分租給你 他分租給你 就違反了租藥啦 你明白嗎 那用二房東的身份 那用二房東的身份 租給那些三房客 那那個租藥呢 就用那些文具鋪賣的 那就加幾個付例上去 即是如果他不交租呢 就往他的租金呢 就收他賠償 損失呢 就三厘息 每個月三厘 一個期就加息 另外呢 就租合同的時候呢 你可以給兩個月鋼金 一個月上期 但是那個月上期呢 就要在那個 不是三個月鋼金 就不收去上期 通常那些人兩個月鋼金 一個月上期 但是你收三個月鋼金 就不給上期 不用你給上期 但是你到你十五號呢 就要交租了 那你做定那些 那些日品警察法庭的那些文件 做定了自己 因為他延遲了十五日呢 你一填那個名字 就立即最快進去租毛法庭 封去租 封租兼收樓 不用經律師樓 可如果你不熟的話 你不就要進去 那些檔口仔 他會跟你進去 寫完那些訟子 那些就花幾百元 你省了律師費 那你給律師樓收樓 你會浪費很多錢 收樓自己做得到 但最重要的那張合同呢 就說是 以房東租給他 那租給他呢 就寫到很辣的 過期不交租就加利利息 可是如果過期不交租呢 我又生死你的水電 那你那個 starve ,,你那個電制呢 就自己挑� nau 有個小傷仔 可以鎖鎖鎖鎖鎖鎖 到時又會生死那些 更更多 以及呢 寫明你過了期多久不交租 是他對方同意授權美 開門把他留下的雜物當廢物處理 即是先斬後袖 不用經法庭 他是同意你這樣做 因為他是三房巷 不是直接丟業主 他不交租就找人鎖開 他是同意的 這個條例有點像那些 買車分期付款不供車會 半夜拖你 你不明白嗎 你走街駕駛車有人自停你的車拖車 你搶車會無功 是不是 不是好似 好多人都很威風 開車的電視 在中國城溝通 搶你下來沒有車 拍攝仔說他搶你 給你拖車公司拖幾小時 說你沒有公車 當然我勾勾 都丟領了架 好吧 既然你走到這步租約 你要開門的時間之前要報往 先去警方報往登記 我一會兒去哪條街幾號 去開門清理雜物 因為租客欠租 他授權了 我們先來警方 你給我落寶登記 要不然租客欠租 他會出來報往 說不見什麼什麼的 你明白嗎 所以 他就算你那個拖車公司 都會去報往的 他不登記警方 怎樣人來報室 駕駛車很麻煩的 所以他那些人去報室 那時候 警方又馬上看大寶 你車被拖了 有人來登記了 說你車欠車會 這樣 記得嗎 有個程序在這裏 那你們可以引用這些程序 整頓租約 就可以先斬後奏 但先斬後奏之前 會去警方報一報 租客欠租 現在我跟著租約 就引用這條條例 去自動開門 叫開鎖腦 和清除雜物 我們都有做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做的 但這些租約在這裏 是不敢跟你做的 就是辣太多 很辣 但如果你婆婆那些 那你就用你的招 綁兩回頭 這招會很辣的 但如果他已經租了 給一些租霸 那裏 租了給租霸 洗濕了頭 那你都行正 當你不要經歷私樓 慢 自己進去日本收租 收樓 都沒辦法 你都拖你幾個月 沒辦法 那你收了回來 再不租出的時間 真空的租的話 你還可以去告他 用民事訴訟最高 要告這個租樓的人 他沒錢沒辦法 他只可以賣給租 但你可以告到他賣給租為止 第二個問題 比較複雜的 第二個問題 有朋友就說 經常吃東西不消化 衣極都不好 有什麼辦法 要做那個蹲下起床的運動 下降 下降 他再上來 每天做二十多下 還有做那個在床上 彎腰上來 又下降 那下降 那個行氣不夠氣 就是他消化不了 那個胃不夠力 那個胃氣不夠力 要鍛鍊回力 最好都是蹲下起床的 一定有效 做那個平甩工也有效 要蹲蹲一下 是的 都有效 但要勤力 第一個問題 上了年紀的長者們 多數都會死 很多都死於心臟衰竭 有什麼辦法幫到他們呢 早上起床 坐在床邊 數三分鐘式 坐在上年紀的 不是打坐的 坐在床邊 自然呼吸 數著那些呼吸 出入 由一數到一百 大約都是三分鐘 由一數到八零二百下 那你就對心臟有幫助 多些運動 還有就是 行二百四很有效的 對心臟 保行線 剛剛說你媽媽用我的方法掃這個位置 都有效 用沙板 是的 沙板刮心臟 心機周圍 那個彈鐘瑜 這個位置 全部疏通 掃一掃 對老人家的心 心力 也有幫助 但始終你都叫 拼手拼腳 早上 練回那套戲 最重要 第一個問題 有件事都挺奇怪 美國戰艦被飛錄賓貨船撞了 為什麼會這樣 那件事再撞也撞不到 就是說再導演一次 所以世事是很糟糕 世事不用用什麼 因為那些神盾戰 那些神盾戰 是很撩長的 很撩的 很長 但它剛好撞到的位置 就是握腰那裡 那隻貨輪好像三萬噸 三萬噸 它很高 頭那個貨輪的船 通常貨輪最實證 是在前面的角位那裡 你想想 那些破冰的船 都是用角位破冰的 它剛好那個角頭的位置 就撞到那個戰艦的中間 那條腰位 撞到它 和它那個貨輪的頭那麼高 差不多想騎上那樣 因為在海洋的船 很古怪的 大貨不同的車 撞不撞停的 是嗎 但是 不是說你撞就撞的 但是 為什麼會 和人發覺的 你不是有雷達的嗎 撞不撞到的 有導航系統的 你不知道有船 有船駛嗎 有船駛嗎 那隻幽靈船 那隻幽靈船 所以很古怪 是不是軍艦遇到那些物件 就放飛彈炸 但是 這個情況 是 軍艦又不可以炸它 有些美國的兵 那些撈勞 現在 過了一個掛人喝啤酒 黃狗狗 就出來了事了 喝到二百多人喝醉了 在那裡搖著搖著搖著 她是藍腰撞的 那就是很古怪的 還有撞正的腰位 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她散閘 電視拍出來 那間船船航到 很奇怪 我一回頭 是呀 很古怪的 這件事真的很古怪 很詭異 是呀 很古怪 她是做男來的 在香港身份 是呀 是 不是呀 不只是驅逐艦 那隻 她那個設備很厲害的 是呀 可以擋那些飛彈 擋到飛彈 擋不到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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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是很順盡的 駕船 她掉頭又馬上一艘船 你明白嗎 想停又停不停 不停的 她有水流 好 好 我擋得到船 我擋船最難的是泊船 泊船也是麻煩 真的很好講 夠功夫的 風平浪靜 沒有人理你 只有你一隻 當然要穩陣 一有事 那時候 就真的講你的經驗和功夫 你去到太平洋 那些 隨時的大風浪 是斷開兩缺的 萬多萬噸都斷開兩缺的 一個大浪包 一跌下來 就反應完了 很興趣的 在大自然環境上 有一個文章寫得挺好的 就是把西環打回形 香港才有出路 就說要把中聯邦 即中聯版這個機構 要保持原有的功能 不要越位 香港就有出路了 寫得挺好的 是事實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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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群人 故意製造一些動亂出來 製造一些港獨問題 有一群人就被車人做些農屍旗 給那些年輕人扔 有人做了出來 洗環手給那些民主黨派 賣給那些年輕人 叫拿出去扔給錢 那變了 中聯邦就有藉口插手香港事務 那這個是不健康的手法 是他們製造出來的 所以這次他行政會 林鄭月娥 亦都是中央政府 比較對那個香港問題 有多些認識 他請回湯家驊進去 做行政會 湯家驊現在也是民主黨派的人 好了 又請回那個林志光 做那個勞工局的局長 那你香港 既然間你玩一個遊戲 有左中右那麼多人 那你政府的責任 是大家擺平的 那你中聯辦 一隻手伸下來 就將它敵我的矛盾 分開 歸邊 那你就搞分化了 香港沒有搞分化條件 那現在有些人中 北京那方面都看到 要不然林鄭月娥 不會找湯家驊 他有的行政會 掃走這個雞蟲堂 鄭耀堂 他找那個王什麼 王國興 王什麼 皮特仔 王國健 王國健 那個好一點 起碼老實一點 那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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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是怎樣 沒有鄭月娥堂 應該這麼奸製 少叫雞一點 健康一點 健康一點 寫詞那個 是不是王國健 不是 王國興 那個王國興 是不是兩兄弟來的 應該不是 都是個隊 就是土共之中 他們是沒有水平 土共就很少人有水平 包括曾鈺成 包括曾鈺成 那些人常常說曾鈺成 口才變吸什麼什麼 為什麼他始終是 看著中央黨 那個意思 來不敢過界的 他哪有急事說話 你看那個陳婉嫻 大嬸 表面說的東西 一無量兩可 打到位子 吵死了 他就 拍下 投票都不能敢說氣權的 他們那些是裝東西出來 裝中間份子的 你很難要求他們那幫打手 是不跟大隊的 他們是喝了一杯茶成獎的 但香港人又不是鬥爭舞台 那你那些政棍民主党政棍又在亂搞亂搞,香港就亂,香港真的不适宜搞政治的,这个是现实来的,你搞好民生就是政治来的,那你中国共产党就少一些幹部出来讲话,少一些闲宅人等,你应该是歸边的,共产党自己要执法, 只是港澳版这个机构才有权去提香港事务的,其他任何单位幹部不准胡说八道,像邓小平那样,不准胡说三道四,你都不是对口单位,港澳版就行了,港澳版有个发言人代表了有什么事的由他讲,港澳版,中年版没权,你中年版做回你的, 的职位的职位,的责任,就管理好你香港终于机构,还有做一些信差的工作,全部应该给港澳版做,一个单位对口,你没两理由两个单位,怎样跟哪个谈,我讲什么, 自己经常在这里,自己经常在这里,坐手打入手,中港政府都搞错了,明文规定,是港澳版的人才可以对香港的问题,有什么建议,还有个人觉得,指定有个小组,就是负责发言的,对香港事务, 那样就清晰了,特区政府有什么喜庆,有什么事,地区政府没有叫你帮你,没有人走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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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死他,你放蛇咬,我當然不肯走,打死你張曉明 走了就不肯威了,對嗎? 你說有什麼威風在街上打死張曉明? 很肯威風啊,大哥 為什麼要走? 打死忠明板,人不肯走,千萬不要走,站在那裡等他拘捕 一想叫就批知,一想叫就批知 一想叫就認罪,有夠你發公判 威風我威士忌,我跟市民出氣一吵 中聯辦的夥企打死他,不簡單 沒話說是說不太多,你放蛇咬嗎? 不需要打一把,不需要躲頸,對嗎? 多麼威風啊,你摸多些民主黨派 那些糟糕,什麼勇武,什麼鬥爭 你老母,鬥你老母,鬥得鬥 你現在蹲在中聯辦開過,出來打拆他一個 是吧? 那些糟糕,人家黃狗狗躺在街上被人拘捕 那些糟糕,好威風呢? 好威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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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威風呢? 好威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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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香港的事了 又不得到你管,沒什麼事了 是啊,你屍出有名的嘛 在指手劃腳 那特區政府怎麼做呢 特區政府 你香港人自己沒有駕駛 你兩個都不知道駁什麼東西在那裡 拆掉他的鞋 尊重他是應該的 我說你是中聯辦的伙計 我一尊重你 但是你沒有在這擺款 搭拆你 真的 你打人都是幾個 你怎麼出街都不敢敢 共產黨很小的膽子 不是點你的 他人都欺負人不少 一群人吵嚴巴閉的威風 那群人沒有了 你什麼時候見過 你怎麼回到俄羅斯的聲音大大 但是還沒這麼說過 是否稀善怕惡的 共產黨 哇 等了你百多萬尺地 江澤民時代都不敢敢的 對嗎 是不是 是 誰敢出聲 誰敢說了 誰敢說了 你什麼 稀善怕惡的 第二個問題 這一單就不是打人了 是落毒的 八卦新聞 八卦新聞有一單 黃潔呢 好像是台灣仔來的 他有一個時期好像挺紅的 是嗎 八幾年的時候 他為什麼被人獲毒 他說文書是他的助手 落水銀 他說他的聲音又塞聲 現在說不唱歌 十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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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睡佛歌 他會說以前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想塞一下 聲音都行 他信佛的 有人認識他 他們來找我 幫他忙 好些 是啊 練一班 練一班 慈聖歌王 更厲害 你叫來找我 如果有人認識王 叫他們來找我 但這件事是這樣的 大貓 第一 他那時的人紅 一定是囂張 你囂張得罪人 你就不知道 世間有因有果的 一隻手張是打不響的 是不是 那時你牙手牙腳 被人摸棋 人家正在鼓你 如果你出來懂事世界的 提攜後進的 有東西拌的 又要埋埋別人 個個有份的 有沒有人弄你呢 擔心你跌倒了 跌倒了 沒得拌嘛 大貓 對不對 這些是趕出來拌世界 這些是一定有自己的因果 年輕嘛 要是很得戚 有什麼問題呢 問一些風月的東西 有網友問古代十大名記 後來收場比較好一點 大劑了 十個名字我都不記得 是的 先數十個人 怎樣數啊 唐朝一絲套 李詩詩 李詩詩 柳如是 是的 董小苑 董小苑 綠珠 董小苑 農小小 蔡珍珠 蔡珍珠 蔡珍珠是名記 我知道是名記 蔡珍珠是名記 數了幾個八個 馬雙南 馬雙南 馬雙南未入 未入 都未入 未入名記 但我知道收場 李香均 李香均都不入 因為他有才女才入 好了 收場哪個最好 蝕圖 單身到老的 但都不悲哀的 有很多都收場 魚元基盯了一個 判死刑的 董小苑算是好 董小苑叫做好些了 蔡真珠也不好 柳如士後來他老公出事 對 那個潛遷益 柳如士都聞名的 蘇小小都不錯 收場 都短命 但都沒有被迫害 蘇小小 李詩詩 王國之後 之後很多傳說 又被金人老走 又說他流亡 李詩詩很厲害 皇帝也找他 宋輝宗 宋輝宗 宋輝宗和李邦宜 他喜歡那個周邦宜 周邦宜和皇帝爭女 他喜歡那個 皇帝也有很大膽 是啊 殺頭 綠豬都死得 綠豬墮樓 是啊 綠豬好像都死 石崇一塌台就跳樓 但綠豬那個 不過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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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最有錢那個 石崇 настолько iffs都 guar 對不對 就是首富才交惡 than 那什麼 然後跟和中國首富 ø 他又會很收場 沈晚三又是遭遇 胡雪岩又是遭遇 哪個首富不遭遇 蔡珍珠又是收場一般 陳元苑又是收場一般 十大名的記者沒有哪幾個收場 陳元苑好像是最後跟不三季 但最好是道姑 最好是家 最好算是董小苑 他跟了武癖僵 就能夠埋到尾 他十大名記好像跟前堂八宴不同 很難說誰是 不同那個時代 你是歷朝十大名記很難搞 包括在唐代以前一位數落 前堂八宴是同一時代 幾個難滿個問題 答得你不是很完整 記不到那麼多 現代去到上海八大金剛 八小金剛 我們都記不齊 有一個白小金剛 我認識他其中一個在上海的南下 在麗美華做媽媽三 叫Sisi 我認識他那時60歲了 60多年 60多年做媽媽三 有一個講是八十年代 八零年的時候 有一個講三十幾年 他是上海的白小金剛之一 很聞名 第二個問題 說到封穴 你在封穴場所有些什麼 難忘往事 難忘往事 一點女人我都不記得 他就說 你要脫身 那個跟自己鬥爭 是最難忘的 我今天寫過單紙 貼上去那個群組 我說我在奧迪尼那時 認識了一個18歲的奧迪尼妹 比現在所有歷屆的冠軍小姐 港姐 第一 那些鬼妹真是腰腸 但我們真的很奇怪 早醒 一想 如果這些身材的人 一上年紀 就變成了蕩蕩 然後 好像走樣鬼魄 你一想他的變化 到40歲的時候 你就自己害怕了 什麼當堂呢 丟 你有什麼當堂 特性的 特性的 你純粹觀色 吃白粥 不下鹽 那樣 淡無謀的 他一想 那你給錢買單 也都是回香港 沒人家 那時候我還想買一間屋子 在那裡 讓他住有空 去歐洲 探望他 那樣 沒人家 沒人家 手沒長 他走樣 另外以前在台灣也試過 有多少人都可以訓練到自己的自製能力 這個是佛學才能過關的 如果沒有佛學的修圍 比較難過關 你會依戀那些美式 你會依戀 那個時間會很久 但寬場有些女人有義氣 亦都有很多以前那一代和現在不同的 譬如我們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律師 現在都是掛牌的 都有些名字 就是東方的母女給錢 供他去英國讀書 經常聽見這些東西 是的 以前很流行的 是的 他真的是買他的將來 他和他拍拖 家裡是反對 反對說他認識過母女 他離家促走一條兒子 女兒是收留他 養他 養他又給錢去英國讀法律 叫做小鳳 他讀完法律回來香港 去做建築律師 我領導他結婚 那自己重量 小鳳就賺好錢 那如果他真的掛牌做法律師 那他真的掛牌做律師 世伯說你認識個母女,實在沒有太平紳士做,很難搞的,又沒有荷蘭水蓋給 又不會委任你坐波那些什麼都少了 因為那時候英國人都很嚴問,剛剛查你三代,委任你做官職 世伯說你犯不著,怎樣怎樣怎樣,變了鬼鬼祟祟就疏遠了小鳳 又說出差,誰不知他無緣無故在外國結婚,就不敢在香港結婚,就登了一段聲明 有人拿給這個母女看,這個母女慘的,糟糕的 他拿了六七十萬出來,去澳門輸了一萬 去澳門到時候輸了,輸了之後,喝香水自殺 要不需要這麼慘烈? 死得很辛苦 最辛苦的方法是 是呀 引強水自殺,這個洪小姐 很久了,在東方母廳掛塞 東方母廳有一個嫁得挺好的,叫白玫瑰 因為我上去家,母路那時候是純粹工作的 他嫁給了一個幫班仔,後來幫班仔做事叫退休 以前很多香港的幫班取母女 是啊 斜排外差人? 就算你司徒志仁做到總警司,後來做助理警務次長 司徒志仁我老婆都是做母女的嘛 司徒關佩英和王夏衛同場 和長嫂三個人在東方的嘛 他一粒花仔那時候認識他們的嘛 長嫂當年都是… 東方,東方,東方,東方 阿生馬仔在東方沒有聽跳舞認識他的嘛 有人想出馬仔 司徒志仁就是年輕一粒花仔那時候認識他的老婆 東方 以前當警察,幫班仔,高大威馬,英俊 怎麼邪派外差人呢? 他追求你的嘛 教案時辰八字 很像蛇仔那件事 現在正如我兒子那件事 竟然跟著大樓那件 那個王健秋法官的女兒 那個大壯 就班了上蛇仔 教案時辰八字 一招就中了,生了一個兒子 那你想到你真是幾人多計 很嚴重的 但以前那些東方導致女兒重量 她真的是重量的 就嫁了人在那裡洗著門話 我也見很多 有很多都嫁得不錯 因為她以前那個時代 都是真的為家出來上班的嘛 很多都是不賣新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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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追的 東方導致 她喜歡你很厲害的 她喜歡你很厲害的 她多人追她 所以是很濕濕的 個個走去東方導致都很高的 如果是有錢人 那些有錢人就享受你欠我奪那些樂趣的 有得爭才好 沒得爭就沒有人了 那時候林百恩和我一道老子 單一輸給我的 我們不會說追女人我們喜歡玩 第一我們是年輕的 整群老鬼 叫你什麼他都悶的 他對著你笑 跟他跳舞就吵你一晚秋水的 老坑很混蛋的 在舞池裏很難受 所以他出來混 他又不可以得罪你的人 很像色的 特別是鄧少堅 無緣無緣無人去球的 大人廣眾 給我吵他 是啊 真伯不是吵他和桌子 他當時穿你腦帽子 你磅水就摸他米塵 他磅了水的女兒 今晚我和她出街 你是不是吵架那一晚 這晚上很笑的 我老友不認識他 鄭榮康 他叫你不要穿東西 穿個塌子 他叫我給了錢 弟弟 麻煩你磅水你摸就 是啊 他給了一宗錢帶出去 你有沒有磅水的 大佬你摸隔壁的那個 不能摸這個 吵架 和鄧朝堅 很像鹹西湖的鄧朝堅 到處摸了兩個 他變成年輕人 和老鬼出去玩 就是真的賺錢 我們押後打夜場 鼻風堂吃粥宵夜吹水 那些好玩 猜猜又吃 全部年輕人 我們那時候有幾個幫班 在一起 所以很容易溝通的 我們在鼻風堂等你 每個人都送你走 窄老鬼 坐的士飛下來 下閘 坐你去旺州 收完錢 是不是 所以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他那些女孩子 知道你不是對他有企圖 他就沒有戒心 你追求他 他知道你追求他 你就麻煩了 把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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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求你了 是不是 因為他跟老鬼不說得粗口 很難大鑊的 跟我們一起 和那些姊妹下來 可以說粗口的 很難多話說 八婆 又這樣又這樣 另類一種文化來的 另類一種文化來的 但以前去到好像玩些 非富則貴 不是普通人去得起的 你打一份工都是一千幾百 你一馬都洗你一千幾百 很濕碎 對不對 怎麼去 去那條帽 那就是那些死人 九龍舞廳 深鮮臨 有些再窮一些 西班牙舞廳 蹲一下蹲一下 九龍那些二三次舞廳 就是藍天那些 先樂施後期都挺問題 就是現在 你例如說酒店那個位 那個位 就是落宮樓樓上那些 那天就是先樂施 後來改了做新的家藝總會 先樂施就是那個肥仔坤開 買白粉的肥仔坤 賣白粉肥仔坤 以前香港只有幾大舞廳 新加美 富士 再低一級的 金鳳池同級 新加美 富士 金鳳池 瓊樓 巴拉沙又來 再低一級的 那些是長城舞廳 做一間有個時間都很紅 金池 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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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聽過禮池夜總會 禮池夜總會 禮池夜總會 禮財化開的 數得出的 經常聽見有位 倒數只有一間在香港 都是我的位 不同的分散了 金鳳池最好笑的是有個二世祖 老爸死了 剩下幾十萬現金 有層樓的 他一追到陳碧西 陳碧西那時是金鳳池 陳碧西還沒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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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算厲害 那個八婆 追了他一個多兩個禮拜 一個月都不夠 洗了他二十多三十萬 又沒有效率 又買什麼又買什麼 那些年代 那些男生老實 他老爸老實 他說他老爸留下三萬 他洗了二十多晚 射他就不肯見了 上樓拍門也不肯開 那些男生都不肯肯肯肯肯了兩天 很乖的男生很肯肯肯 很純情 是啊 陳碧西 是啊 陳碧西 他們是否如是現在 怎樣砍死人 好像砍死人 砍死人了 以前那一代很純品的男生 現在也是 我有個世伯在北拉沙追女 都不健身了一百萬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一百萬 輸整條街 都追人死人了一百萬 誰知道一條街 很厲害 以前我的女人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男追的 很厲害男追的 我認識一個叫李珍 後來那個日本就撞回她 那一套好字的 又很聞名的 李珍 有個大律師 五十歲左右 世家子弟 但她年輕出來滾 變了一副工具 起不肯都快 李珍這個台灣妹 有招絕招的 起死回心 起死回心 又不怕 那時候買了一間 渣天山的屋子給她 哇 真是世界 很厲害 有所值 那時候也有八十幾萬 哇 放到現在天價 十幾萬 很厲害 是渣天山那些 很厲害 問名字的李珍 如果你問上一代的人 不明白 那時候她應該是 南平在那裡唱 不是南平 南什麼 周平在那裡唱歌 導致那時候那個領班叫 阿B 姚B 那些樂隊領班叫姚B 她的女兒叫姚 姚李 唱歌 那時候周平在那裡唱歌 時代就是李珍在那裡 導致很紅的 很紅的 很紅的 起死回心 很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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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說導致出的名類人 你真是其中一個很紅的 很紅的 但有一件事難忘的 就是說 導致撿了 然後呢 就搬了一個對面 就開了一間叫做 道老子 新道老子夜總會 沒有聽說 因為道老子樓下 這個是五月花酒家來的 然後 就改了一間叫做 新道老子夜總會 那道老子有一班 大班 那時候沒有聽說大班 去到那些夜總會叫媽媽 那媽媽就在道老子認識我的 那他們開店 我們就上去探一下場 那時候鬥早 很好的嘛 一堆小姐還沒坐桌 在那聊天 我真的洗了一間走過 突然間說 嗨嗨嗨嗨嗨嗨 那媽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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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指著一班美女 說你認住這個男人 你們 店那些女人都富貴了 那樣子 真的啊 真的這樣說 聲音大大 那便要給一對女人 要求你逐個店 有時候我們老子 不是幾多個 就是很小的圈子 差不多 哪個女人跟我 哪個男人 哪個送些什麼禮 哪個賺到錢 哪個很容易搶出來 我們那時候賺錢而已 我們不會說男為人 第一又有些自卑感 當然要給多支 你想不想 你林伯欣那些給一千 我給得到二千 頂著想你 這麼有型 這麼有型 我去救你 不要去洗貴 你炒貴的事 有少許是那種自卑感的 我就不能夠你長洗的了 不能夠你錢多 你明白嗎 不是那種自卑感的 但我找一招 頂著你一定的 你明白嗎 大拋一定不行,拋不拋大拋就不能,是吧? 我们试过跟周正年的侄子,不是侄子的 在身家里就是欠这些东西,欠到我们要包裂了墙 封了墙,你不要等他去,没得来 那晚不是我给钱,我的兄弟给钱,包裂了 你负责炒起个墙子 一早上去,进了来,上班的女孩全部都坐下了 不用坐桌子,下晚入我们的桌子 不用坐桌子,总之你不用坐桌子,封了墙子 那些人来到旺旺旺,没人坐桌子,你不要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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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晚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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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有什麼問題? 問題都問了,有什麼花水呢? 今晚花水都比較多,在超夢导歌唱組之後,有法庭任集, 接著有一個是穿越時空,有個女生在鏡頭之下突然消失了 大家幫忙看看,是否不同的角度,我看不到破綻 大家幫忙看看,第二個問題 接著有一個九歲的香港女生去美國的蘭州,贏得全場 這個已經很久了,應該紅了 後來她又和華雪嘉宴,又喊家,又成了老爸,搞到很多風雨 但是她唱歌OK的,那女生 但是這麼小的出道,搞這些虛名,我們不欣賞她 你搞得兩搞,如果家的父母心術這麼不正確的話 變成馮寶谷第二,幾歲就要出來走碼頭 不恭喜的,有福的人聽別人唱歌,扯下命運 她唱歌,被人聽過歌女很難下致,歌女,賣藝為身 真是這麼輕鄉,香港人不懂價值觀 為什麼人家有些歌手這麼聰明,她都要唱藝術歌曲呢 對不對 不是當做職業的,就是有這個分別,很多人不知道 你以為說,我女很厲害,拿歌唱冠軍,做歌星啊 做歌女怎麼這麼包含幣,對不對 世家的人不會娶你做老婆的,大哥,做歌女 做明星一頂樣這麼頂衰 如果你不論那些就另類,有數計的有數計 所以那些人現在的價值觀扭曲了,即是沒有福氣的人 拋頭露面,被人平頭品足,對不對 在大陸仲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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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那些人是屬於低層的人物來的,凡是那些賣藝的人 池塘都不能進去的嘛 這真是開玩笑,現在新界都不能進去的 現在不能進去池塘的 你以為好人過癮嗎? 第二個問題 然後有一個聼的人就作歌和唱歌,要贏益金斯大 在這個 würfoot中 這個呢就另類了,他真是聼了 他又可以作曲,又唱歌,真是了厲害 負多芬? 他說大家看這個地方 在一個震盪的感覺 przy понимаю,他感覺到那一個聲頻,合佳,很厲害 第一個問題 接著有一個來自蒙古的跳舞 是的 連燈光科亂的跳舞 是的 蒙古舞 接著有一個羅小白打鼓的 這個是台灣的 挺文名的 我找到它一段 由以前播過這一次它有些新的動作 找出來給大家看 接著另外一個是新疆首屆哈薩克族舞蹈比賽 一等長跳舞的 新疆是我們家人去跳的 跳得挺新潮的 新疆妹跳舞是沒有改良了的 有下過苦工的 就選了出來做花巡 接著有一個醫學是日本人拍的 講長度的健康園 接著有一個三個蒸樹的魔巡 就是這樣 下個星期繼續 接著現在最後看回牧師去拿佛幕的那些 什麼時候不看 現在播的 現在播一出就是在蘭卡 和威巴沙娜就是 當年我拿學位的時候的視頻 大家可以看看現在開始播 是的 我剛才看到 還有什麼 我剛才是要來的 非常謝謝 在夏天為止 你們每次都看到 在國際上 都在在國際上 我剛才 正在各地 Het地 長有帶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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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n Mr. Kok Kyu Ming, in re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his valuable services for the promotion, propagation and practice of both Teravada and Mahāyāna systems of Buddhism in Hong Kong, China, Nepal, Thailand, Sri Lanka and various other countries. Paripāna-sat-dharma-teṣṭi-sri-unaratna-sandhāmanda-mahānāyata-teṣṭa-hasgirya-japta-saimīṣṭa. A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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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十人压分 告诉大家 人和电脑对行时 这是时空式的大学问 要先抢先电脑的动作 先抢先 亦给大家玩这个游戏 很多年轻人都是电脑专家 现在我们放一个游戏出来 那个游戏是公安的 你说你聪明就聪明给我看 我对电脑有什么知不知道 但我懂得先抢先 等于我们在金融市场 我就先抢先 你不先抢先 指数出来你买什么 买一条毛 你就是抢先才赢钱 对不对 它没动我要知道 这个就是这种功夫 大家网友可以研究 因为很公道的 摆在这 我打到520分 但我最多我打八百多分 八百三十几分 我最高打830分 但这次是520分 我拜了出来 你有人打到超过五百分 都有奖 那你就一跨过 我就知道你究竟你的脑 和你对那个时间的观念 你怎样看法 有没有这些人才呢 你赢得来拿奖 我非常开心 对不对 大家看到刚才那些 我以前在佛学院的证书 还有我拿到学位的 那个是一个很大缘分 才能搞到那些东西 很浪费时间 还有很枯燥的 住庙 不能出来 三点多四点钟 就要起床了 学法 真是学法术 就要学法术 单单都是法本 我不是去学佛经的 是传法的 每天都是传法 传完法 你就可以修这盆法 一定有人授权 不然你不知道那移轨 譬如说 几点钟念 几多点钟去修这盆法 有很多规范 你一定要有人传 不传你又不能修 可以学神打你 那是拜师的 用自己家用刀 乱叉不斩 好 可以的 是有权这样做 每天都有诗诚 非法都有诗诚 都有人教你 乱叉不斩 所以佛学是重心 道家更麻烦 学道术 另一套 学佛法也很麻烦 复杂的 每一套法 都有他的一个 缺门 那时候是很浪费时间的 你真的去练功 学东西都很浪费时间 而且你要懂得找哪个师傅有法 因为你摸到头云眼花 都不知哪个能不能 做研究 那时候我们年轻人没有办法 大家看到那些资料 就说 我们现在 由这么正统的传承出来 为什么不打佛教招牌呢 感觉现在世俗 就说 不需要挂个宗教招牌 这个是人类的学问来的 布达的学问 是人类的学问 大家看佛陀的剧集就知道了 人类的学问应该不需要给他个招牌 大家都很合用的 宇宙的学问来的 你不需要打个标签上去 但我们尊敬 我的学问的来源 都是与布达的学问为主 耶稣教 犹太教 犹太教我排第二 犹太教的学问我排第二 犹太教很多精品的 真的你看完犹太教 那些犹太的哲学 出来做生意一定是更好处的 但有些东西我们坚持不了 犹太人那种信念 坚持不了 我们没有那种基因 他们做到我们做不到 坚持不了 但我们当年去研究这个宗教 比较学 就是说 所有宗教我们要知道 它的长处优势在哪里 那都是人类的学问来的 那不应该摆个招牌在那里 所以我和这些回教徒很好谈的 自己有利 我知道它的思维在哪里 我遇到共产党是好谈的 因为它无神 我知道怎么跟它沟通 所以你做工作要很集思降益 但始终归因结底 博大精深都是佛学 就是比较完整整个结构 还有特别在那个哲学上 在那个人世间的问题 它很入世的 就是纯粹给你的智慧 就是给你的那个意识 时空式的意识 你的意识正面不会想错问题 就是不会被人误到 你的那个观念 所以这个是佛达的最正确的学问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现在最后是看其他邮票 那就完了 那我们现在邮票还没有 你现在会放下去 现在就会放多一段 就是我们将那个世界的邮票 佛像的邮票 贴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那就知道 那个艺术去到哪个层次 就和我们那些艺术画 有一个比较 很快自己去判断 但是我们不介意别人用错东西 他都没有 他以为那样东西最漂亮 那就做邮票 比如你叫柬埔寨 叫印尼 他找来找去的洞底 都是那样的 那你没得介意的 是不是 他拿一些佛像 都成一千几百年 他就当古董 珍贵 那就做了邮票 开给你们看 我像他们很夫妇 你还这样的一样 華人 希望我可以估计 那你能不能够 里面 那你不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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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